各位观众,我刚刚看到一则新闻可能会改变你对未来10年投资的看法 马斯克亲自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了SpaceX的IPO计划 正式宣布SpaceX将会在2026年6至7月间进行大规模IPO 目标估值超过1万亿美元,甚至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硅谷的科技巨头们,谷歌、亚马逊、OpenAI也把目光投向太空 构想在外太空建立数据中心,试图突破AI的能源和散热瓶颈 这个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太空产业链正在成为驱动下一次科技飞跃的超级赛道 从基础设施、通讯网络到算力革命,全球资本都在热切追逐 决定未来10年全球财富分配的终极战场不在华尔街、不在硅谷、而在太空 马斯克的确认不仅证实了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真实性 更意味着这场从地面打到太空的战争已经从科幻进入了现实 这个就是AI竞赛的终局之战 今天这条影片我会带大家看看什么是太空算力 为什么马斯克说这个才是SpaceX估值最重要的部分 谷歌、亚马逊这些巨头为什么要把数据中心搬到天上去 更重要的是SpaceX确定上市后 这场从地面打到太空的战争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巨大的泡沫还是下一个十年的黄金机遇 如果你不想在下一个时代浪潮中被抛下 这条影片请你一定要从头到尾看完 在之前的影片里我们讲过 AI革命有四个浪潮 硬件、软件、应用 而当时特别强调过 第四波是不可缺少的一节 就是电力 过去这半年我们看到微软去重启核电厂 亚马逊去买光伏园区 核能股和电王股涨翻了天 但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更震撼的事实 这个第四波电力的玩法已经变异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物理学上的死结 地球装不下了 AI发展撞上了一堵墙 在地面上建一座超级AI数据中心 你要面对三大物理极限 能源不够 散热太难 土地稀缺 这三个问题当中最紧迫的就是能源 因为AI的耗电量已经大到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 一个千亿参数的大模型 训练一次的耗电量就相当于一个小镇一年的用电 而现在巨头们的模型参数已经冲向万亿级别 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量 翻倍快速增长到快一万亿度电 这个比日本整个国家的年用电量还要多 这意味着电力已经成了AI发展的新瓶颈 科技公司原本只是电力公司的客户 只需要付电费 但现在AI的耗电量已经大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电网 能够轻易满足 于是科技巨头们被迫变成了能源公司 他们不得不投入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 自建发电厂或者签订长达数十年的电力采购协议 这笔钱就是AI的隐形税 是财报里除了晶片成本之外最庞大的资本开支 Sam Ultimate曾透露他们计划建造的星际之门 Stargate超级计算机 光是电力成本就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Meta 谷歌 XAI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在自建发电厂签订长达数十年的电力采购协议 这已经不是付电费那么简单了 这是直接下场搞能源 是一个巨大的资本无底洞 所以马斯克和黄仁勋这些顶级玩家 已经把目光看向了太空 在太空没有黑夜 太阳能板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获取免费能源 也没有环保局卡脖子 这就是为什么SpaceX的估值 能像火箭一样穿升的底层逻辑 因为聪明前意识到 在地球已经不能解决能源问题 而去太空可能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第四浪潮电力 现在正式升级为第四浪潮2.0 太空算力 那么这场从地面打到太空的战争 仗到底怎么算 为什么我说这可能是比英伟达更大的机会 很多人听到把数据中心搬到太空 第一反应是太烧钱了 不切实际 但如果我告诉你 在地球上搞AI可能更烧钱呢 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开玩笑 我们来看看现实 地球上一座一级瓦的资料中心 光是电费一年就要烧掉10亿美元 而且还要面对能源不足 散热困难 土地稀缺的三重困境 这些成本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最大的散热板 但这里有个更重要的数据 地面数据中心高达40%的能耗用于冷却 而在太空虽然散热困难 但根据摩根·施丹利的研究 像升空辐射热量的效率远高于地面制冷 意味着你省掉了40%的电力成本 那为什么谷歌和亚马逊 还是要疯狂把伺服器送上天 难道他们傻了吗 不 因为他们看中的是比散热困难更巨大的红利 无限且免费的能源 第一 能源成本归零 在地球上 AI发展最大的瓶颈 不是晶片 而是电力 但在太空轨道上 没有云层遮挡 没有日夜之分 我们拥有24小时不间断的太阳能 根据摩根·施丹利的数据 太空拥有接近完整的太阳常数 比地面最佳光照条件还要高出约30% 且不受大气层衰减 天气或昼夜影响 可提供源源不断的可靠能源 发电效率是地面的三倍以上 虽然发射卫星和建造散热系统的建置成本很高 但只要卫星一入轨 它的营运成本中的电费项目几乎是零 第二 摆脱地理限制 在地球上 你要建数据中心 给抢地 抢水 抢电网配额 但在太空 没有人会卡你的脖子 所以你看 这根本不是一个科幻问题 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试想一下 地球上一座一级瓦的资料中心 光是电费一年就要烧掉10亿美元 而在太空中 虽然硬体折旧块 维修困难 但原本被电力公司卡脖子的算力 会彻底获得解放 根据机构测算 虽然初期发射昂贵 但长期摊体下来 太空数据中心的总持有成本 有望低于地面 更惊人的是 根据Star Cloud的数据 它们的轨道数据中心的能源成本 会比地面数据中心低90% Star Cloud已经发射了一颗 重达60公斤的卫星 搭载了英伟达的H100芯片 目前正在运行 另向谷歌的开源模型 Jemma查询进行响应 这个标志着 轨道数据中心的初步尝试已经成功 所以SpaceX掌握的不是火箭 而是未来AI时代的发电厂和运算中心 它们的估值才能看到1.5万亿这么高 股神巴菲特说 要投资那些拥有宽阔护城河的公司 而太空算力就是科技巨头们为自己挖掘的一条终极护城河 这不是阳谋 这是基于成本和收益计算后最理性的商业决策 这场电力浪潮的排局 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顶级的科技豪门盛宴 我们来看看几位主要的玩家 以及他们在这场浪潮中的位置 毫无疑问 马斯克是这场赌局的庄家 他手里有两张王牌 星剑和星链 星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箭 他的目标就是把大规模的货物 包括重型的AI卫星和散热设备 以极低的成本送入太空 而星链 这个已经拥有超过7800颗卫星 覆盖全球134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卫星网络 为太空中的数据传输提供了基础设施 这两者结合就构成了SpaceX 部署太空资料中心的闭环 马斯克自己也毫不掩饰他的野心 他直言太空资料中心才是对SpaceX估值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重要性远超星链和星链 更关键的是马斯克强调 SpaceX获取手机直连频谱后将会开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扩张 在访谈里 马斯克把太空数据中心的概念形容作SpaceX和特斯拉的融合 利用升级版的Starlink V3卫星搭载GPU 通过高速激光互联在轨道上形成庞大的计算云 马斯克甚至表示 在技术障碍解决的前提下 新建有望在4到5年内实现每年100几瓦的交付能力 而现在马斯克已经正式确认 SpaceX将在2026年6至7月间进行大规模IPO 目标估值超过1万亿美元 甚至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 市场之所以给出如此高的预期 看的就是SpaceX在电力浪潮这个全新赛道上的绝对垄断地位 马斯克想独吞蛋糕 但是其他巨头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组成了挑战者联盟 试图打破SpaceX的垄断 谷歌的计划叫做烛光者计划 他们的想法是 利用自己研发的AI晶片TPU 搭载到卫星上 形成一个太空中的TPU集群 谷歌的优势在于晶片和AI演算法 他们希望在2027年前把TPU部署到太空 亚马逊的贝佐斯作为马斯克的老对手 自然也不会缺席 据消息人士透露 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在过去一年里 一直在研发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需的技术 贝佐斯甚至预测 未来10-20年内 科技业将会在太空建造千兆瓦级的数据中心 并且利用太阳能来供应能源 没有云雨等天气变化的影响 同样是低轨道卫星网络服务 直接对标星链 同时亚马逊的云端服务AWS 也在大规模投资AI基础设施 地面和太空 亚马逊两手都在抓 而这一切背后的军火商 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 无论是SpaceX 谷歌还是亚马逊 只要你想搞AI 你就离不开英伟达的GPU 黄仁勋虽然自己不发射卫星 但他投资了像StarCloud这样的新创公司 并且和所有云端服务商深度合作 在最近和马斯克的对话中 他更是明确表示 AI的发展不是泡沫 而是一场从CPU到GPU的结构性转变 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这就是电力浪潮的格局 他们都在抢占电力浪潮的不同位置 这个不是简单的竞争 而是对整个AI时代 能源命脉的争夺 除了这些美国巨头 中国和欧洲 也有自己的太空计划 已经不是一家公司 一个国家的游戏 而是一场全球性的科技军备竞赛 我们正在亲眼见证 下一个大基建时代的开端 只不过这一次 工地不在地面 而在星辰大海 讲到这里 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 心里可能正在经历 两种极端的痛苦 第一种是手里爆满AI股 虽然账面上赚钱 但心里很慌 每天看着股价上冲下洗 生怕一个剧烈的回调 就把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获利 全部吐回去 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跑 第二种是满手现金 天天看着AI的新闻 心里痒痒 但又不敢进场 觉得现在这个价格进去 就是妥妥的接盘侠 但是不进场 又怕错过这波 可能是十年一遇的行情 每天在踏空和套牢的恐惧中 反复横跳 非常焦虑 面对这样一个宏大 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我们普通投资者 应该如何自处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黄仁勋说的没错 这不是泡沫 这是一场工业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 算力就是新的石油 数据中心就是新的炼油厂 而太空正在成为 这场资源争夺战的终极高地 理解了这个宏观背景 我们才能在投资中 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其次我们要学会顺势而为 这是我在银式技术公益课里 反复强调的核心理念 电力浪潮这个趋势 是基于AI发展的底层需求 能源是科技巨头们 用数千亿美元 真金白银投票选出来的方向 我们要做的是跟随趋势 在强势的趋势中 寻找最强势的公司 那么具体到投资标的 我们可以关注几个方向 基础设施的王者 这包括了像SpaceX这样 提供发射服务和卫星网络的公司 一旦它上市 必然会成为市场的焦点 卫星产业链 一颗卫星上天 需要大量的零组件 从太阳能电池板 通信模块 到抗辐射晶片 这个产业链里 一定会跑出一些隐形的冠军 地面设备和服务商 太空散力最终 还是要服务于地面的应用 那些能够提供卫星数据接收 处理和应用服务的公司 也会迎来巨大的增长机会 当然我也要提醒大家 任何新技术的发展 都必然伴随着 巨大的风险和波动 太空散力这个概念 虽然前景广阔 但目前仍然处于 非常早期的阶段 技术难题 例如温度管理 宇宙辐射防护 数据传输延迟 都还有待突破 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 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失效 此外 要达到与地面相当的规模 需要发射成千上万颗卫星 这个对目前的发射能力 和成本控制 提出了极高要求 投资者Gavin Baker也指出 对于推理任务 太空数据中心的应用前景 更为明确 但由于规模庞大 把AI模型的训练任务 完全迁移到太空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这条通往太空AI算力的道路 注定漫长而艰难 在市场一片狂热的时候 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做好风险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投资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 你需要一套系统化的方法 来帮助你判断趋势 选择公司 并且在合适的时机买入和卖出 这套方法 我在我的银式技术工艺课里 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如果你对系统化的 提升自己的投资能力感兴趣 也欢迎你点击下面资讯栏 了解更多 另外在12月16日晚上 我会有一场免费直播 在这场直播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 我会用数据告诉你 AI泡沫到底是真警讯还是假恐慌 让你不再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 第二 我会额外公开最近我密切关注的三间公司 以及为什么在震荡市中特别值得关注 最后 我会在直播中及时回答你的问题 不管你报的是哪一档AI股 只要你有疑问 我都会分享我的看法 为了能更及时地和大家互动 回答各位的疑问 这次的直播 我们会启用一个全新的功能 在我的Reach 致富选股APP里的语音聊天室进行 只要你在12月16日之前 下载我的APP 就可以免费参与这场直播 但这里要提醒大家 为了保证直播的互动品质 我会控制进场的人数 所以名额是有限的 现在就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下载我的APP 锁定你的席位吧 我们线上见 如果你对今天讨论的话题 有任何想法 或者你认为还有哪些公司 会在这场太空竞赛中脱颖而出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 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按赞 分享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 简单化地讲给你听 让你更容易地吸收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